以前觉得郑凯是油腻男 直到遇见了苗苗才知道 原来小猎豹的宠妻属性这么强 光背着爬山还不够 因为苗苗刚出月子没多久 吃饭时郑凯又是给挡风 又是提醒老婆转圈慢一点 细节可谓是拿捏得很好了 甚至在外出去王祖兰家做客时 郑凯也是心心念念着自家老婆 切餐要拍照 做饭要拍照 恨不得把自己的买霸实习行动 全程直播 然后回家再跟苗苗喧咬一下 狗粮洒的很是到位了 发给我老婆 发赞我一下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回以后 我老婆能开心死 培养了一个虫师回来 当然 双向奔赴才是最好的 郑凯冲老婆 苗苗也很关心老公 问到缺点就说没有 吃饭第一时间为给郑凯 看平时苗苗的日常我log就能看出 真一下三口 真的是很幸福了 过着简单的小生活 时不时的骑系车 溜溜圈 看着十分的接地气 不过谈起他们俩的爱情故事 就很戏剧了 好笑中又透露着命中注定 妙妙对郑凯的第一印象 这个人是有点油了 第一次上台唱歌 碰上郑凯 让本来就紧张的心情 更加紧张了 尤其是郑凯伸出手的那一下 吓得她连歌词都忘了 可当时的郑凯在想什么呢 一见钟情吗 显然不是 而因为这次合作 男人也成功有了第一张合照 放到现在可以算是定情照了 只是谁能想到 之后两人合拍电影 郑凯却靠着约妙妙打牌追老婆 当时的她肯定没想到 妙妙一心觉得她不靠谱 想要离她远一点吧 反正从那个第一次拍照见面以后 总是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吧 要离她远一点 当然 有时候缘分这个事还真说不准 前面有多嫌弃 后面就有多改观 要不然两人怎么会在一起呢 只是有一点正硬的事 一直被认成花花公子的郑凯 碰上一向是乖乖女的苗苗 在当时可不怎么被人看好 再加上郑凯有个谈了五年的前女友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 郑凯不是很爱苗苗的声音 毕竟在跟程小月谈恋爱的时候 郑凯不仅带着她上了节目 还公开洒了不少狗粮 我刚才一边开车 我一边跟镜头说 我说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浪漫的事情 把我的奶茶店翻过来了 小月你现在是心中小兔乱跳 所以即便之后两人扯正结婚 甚至都有了两个孩子 在上节目时也总会有人说 苗苗好像更爱郑凯一点 因为自结婚以来 苗苗就开始回归家庭了 直到上下二胎才开始慢慢付出 而郑凯也一直在外赚钱养家 两人似乎没什么特别的互动 最继游戏的一次 应该就是在跑南路之时 节目组给两人准备的惊喜了吧 当时苗苗累撒现场 和郑凯相拥的场面 可是让各位嘉宾们一顿好客 郑凯最喜欢苗苗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请双方亮提板 单纯温柔 温柔有 有了有了有了 是我证明 他第一个写的是温柔 他第一个写的也是温柔 写的也是温柔 哎呀 哎呀 如今郑凯和苗苗接了妻子的浪漫旅行 夫妻之间的友爱互动 算是彻底打破了观众对两人的印象 什么感情淡泊 这明明就是甜蜜小夫妻嘛 郑凯觉得苗苗是自己的避风港 苗苗说你成不成功都能回家 夫妻俩别提多幸福了 男人老觉得外边在外边多成功 然后回家好像有一份成就感 有一份面子 其实在他们眼里 那个东西都不重要 就是说你成功和不成功 你都可以回家 家里我永远等着你 现在我一回家 我就不想出门 看了节目的我只能说 夫妻党果然是虐狗的多 就连这种吵架安定的小妙招 都能给人秀一脸 也是没谁了 他问我 他说什么我能不生气 我说你就说老公你说的对 没完呢 我问他 我说 我说什么 你能立刻消气 他说 你说老婆我爱你 所以说到底 两人还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只想看见罕游的郑凯 这一下正是被苗苗成功去游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